最近长城旗下的高端品牌V派发布了一款新车 这款车和长城以往的车型有一些区别 它是长城和著名的改装品牌巴伯斯联合发布的 VV7GT巴伯斯 Automotive限量版 V的VV7GT本来就是主打运动的轿跑SUV 而经过巴伯斯的加持以后 VV7GT的运动属性更加的浓烈 新车使用了一种叫做骑士铠甲的设计语言 黑白配色配合大量的碳纤维空气动力学套件 尤其是前保险杠上的突出的前唇 视觉效果相当的炫目 另外车身的尾部也换装了宽体套件 车尾明显向外突起 并且还增加了压抑式的扰流板 尾灯组的内部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车尾的下部还增加了大尺寸的扩散器 目前并没有关于这款限量版VV7GT的动力信息 但估计这方面的变化不会大 很有可能还是原来的那台2.0T的发动机 功率227马力 扭矩387牛米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虽然VV7GT的销量很一般 但经过改装后 无论是效果还是性能都会有提升 限量版车型销量是不用担心的 如果魏派的其他量产版本也能够有类似的设计 或许魏品牌的销量会有大幅的提升 感谢观看